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森 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好 回到最後一次的啤梨漫步 為何會播一下Jeannie李恆毅偏偏喜歡你呢 正如上次一樣 李恆毅其實本身有很多歌 但因為我不熟悉這個歌手 於是我就想找一些大家都懂得的歌 或者是翻唱的口水歌 李恆毅當然唱得不錯 為何會播它呢 除了這一節我會講馬來西亞之外 就因為昨天跟我閾雞吃飯 他就說什麼時候 1月還是2月 3月 3月他會有6天在馬來西亞在吉隆坡 就問我們會不會過去 基本上我整個個月都在吉隆坡 在馬來西亞出沒 我們去吉隆坡做什麼 他就說沒事 他說知道可以演唱會 我們都知道的 阿閾雞是很迷的 歌迷會成員 歌迷會成員 中堅分子經常幫Jeannie派傳單 是的 我說阿閾開6場演唱會嗎 我們去6天 不是 開了一場 開了一場 一場 去6天 我們是否想追求他 不是 其實我們真是很 不知如何反映 是的 如果你說阿閾雞幾十歐 想找一個人 他明白 是的 明白了 也不存在 什麼賴不賴蝦毛 天不天鵝肉 絕對不存在 我們閾雞一定不失禮 閾雞也好 有Rock and Moe的氣味 絕對是 甚至乎 他在這個演藝界的成就 也跟Jeannie不相上下 我要這樣說 問一下網友有多少人認識 閾雞還是多少人認識 李恆毅 也未必很多人認識 李恆毅很多 Jeannie 好了 我不好再問 他說不是想追求他 我不好再問 打爛沙盆 有時候真的要明白 譬如我們看到那些 可能他想追求歌迷會 裡面的成員 不是 不用想到這樣 你好像陳寶珠蕭 在小房間溫拿 阿Sam那些 到現在的阿婆 都是這樣跟著他 到處去的 去到尾嘉又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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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負擔到 又明白 我們當然會笑 希望大家多一些 會播一下Jeannie的歌 因為他唱得很不錯 馬來西亞 來到香港 好像閾雞根據閾雞說 八九年 初時是完全 生活很老倒 沒有人識的 甚至是住房間 回家借錢 借幾千元馬幣 幾千元一萬元港幣 又來了 捱了這麼多年 終於要上大陸 中國好聲音 他才 叫做有少少知名度 回來就被環球簽了 我覺得如果是Jeannie 我沒有看過現場 也不用是真人 有機會的話 我就 我不會覺得我們 可以聘請他上來 為甚麼 我跟Jeannie說過 他覺得Jeannie不會反對 但他公司環球 我想不會讓他上來 你不要害了他 真的免得濕 但我覺得如果大家 都支持好音樂 都可以多些聽一下 始終老的就走的就走 開始慢慢變聲 變聲 變聲 老了就會變的 我想說一點 就是我們馬來西亞 我們的國家元首 叫做什麼呢 叫做 莫克末五世 莫克末 即是 就是因為他愛上了一個 俄羅斯的女巫 很可愛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不是請八色公主 說明哥那些 那些 那個法院 都說 已經有些人出來解釋 即使他的女朋友 馬上相信伊斯蘭教 交給他 其實也不影響他 繼續做這個最高元首 在現制上 但我想 莫克末 就想 無謂令到 那個皇室尷尬 或者政府 有個 不要說憲政危機 即是無謂去爭 或者是 即是 我娶一個俄羅斯 美女回來 也免得大家 那些聲音 即是無謂 那他索性 就不做這個 最高元首 其實這個 大家都 不是第一次聽的 之前他們最出名的 就是溫先生工作 是吧 是 是 愛德華 愛德華王子 愛美人 不愛庚山 以前有個江山美人 就是他 不是 以前我們看大戲 是 是 即是不愛江山 就是愛美人 就是愛德華 愛哥盡要來過分 是 通常都是 是個美國婆 我想 有時候 尤其是這些 是無權位的皇位 是不難捨棄的 即是說壞些 說是又不道理 平時說你出街吃點東西 那些東西被人拍 但是這個 很親民的 平時 很親民的 出去是不需要 不需要沒有更新的 保鑣 其實正想在這裏 講一講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經常說 它是行西民語言制度 其實 但是馬來西亞 即是自成為馬來西亞 變成馬來西亞 不是馬來亞的時候 是完全仿效英國的政治制度 也是君主立憲 但是我們經常說 咦 最高元首 最高元首 什麼叫最高元首 你首先要知道 其實馬來西亞 是有九個蘇丹的 九個蘇丹 九個州份 有蘇丹 有些州是沒有蘇丹的 是 有些州是沒有蘇丹的 東馬 沙拉 越 沙巴 沒有 以前屬於文內 王國 以前海峡殖民地 馬洛甲和檳城都沒有 是的 但是所有蘇丹 我要這樣說 一會兒才解釋 其實就是源自馬六甲的 要這樣說 那些蘇丹呢 在戰後 他們就開過會 商量了 OK 喂 就去互選 誰做最高元首 就是九個裏面做 他做了之後 就有個排期 比如 你第一個 你是第二個 SILVER是第三個 排了期之後 以後就沒有人做五年 嗯 以後就跟隨我順序 又繼續 可能心灰爛 之後就吉打 然後就慢慢排 當然中間可能有人辭職 有人死亡 那些是另作別論 不過暫時沒有 他是第一個 於是乎 我們基本上是輪著做的 每人做五年 每人做五年 好了 最高元首和副元首都是 而本身呢 理論上呢 一個人呢 如果以現在的生命 因為他要成年才能做到元首 其實都做不到多少次 可能都是做一次或者兩次 近來只有一個吉打州的蘇丹 是做過兩次的 即是一次或者兩次 因為為什麼呢 你沒有那麼長命 是的 輪一個轉成幾年 45年 40年 你一個搞明天少一屆 那你未必一定做到 那這個元首是很得到 大馬人歡迎 因為他很親民 另外如果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我們說過 由佛州的元首呢 在瑟急市場 呀今天好多Happy 派很多錢 吵你了 民選政府 什麼什麼 吵你泊屋 全部是我的 那個王柱又好 經常出聲 雖然最近和老馬有些爭吵 不是 不能夠有什麼爭吵 為什麼呢 老實說 在憲政上 皇室是不可以干擾政治的 有時候 就是這樣說 君主立憲 始終是對國家 有一個 現在我們看回頭 不是各個國家 可以做到共和國 比如看英國 我們看荷蘭 都是有一種穩定人 所以從來都有兩派人 就是反王室 和認為有王室 是的 我們不要 說回題外話 為什麽新生的蘇丹 是比較出位 還是怎樣呢 其實他們都是沒有實權 甚至做到最高元首 只不過最高元首 有時候有些勵志性 要去浪費 譬如說 馬拉提民選 他們都要去見最高元首 等於我們看邱吉爾 算了 我做首相 他們都要去見 去見女王 不是 女王的老爸去見 是的 其實 但是那些勵志性 女王老爸很想把他踢走 但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後來 再變成他很支援 有吉爾那些是後華 最高元首 譬如說 去年五月的選舉 改朝換代 其實當時也很怕元首玩東西 有一段時間 即是不委任 不委任 結果也沒有發生 甚至後來他也釋放了特安華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其實馬來西亞是有皇室的 而皇室呢 其實也不只有一個 那我就要講一下 馬來西亞很短暫地講 故事其實馬來西亞的皇朝 是何時來的 從來有一群馬拉人 在這個半島 或者是印尼 在大太平洋 原島也有些人居住 甚至乎 我們看看一些語系 他跟台灣的原住民 很接近 很接近 還有很多都來自蘇門泰納 對 蘇門泰納 在印尼通過來 其實呢 我也這麼說 那個名字 我都不記得 叫做堅咕嚕 那樣 因為是泰蘭記 那些名字 應該是在14多年的時候 那個皇室就在蘇門泰納做皇子 但是呢 就被哪裏打呢 被滿傘八二 即是叫爪蛙 爪蛙 打咕嚕 然後他著草 著草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一個地方 在馬阿綠甲樹下面 我們看這些資料 看到一棵樹 看到一棵樹 叫小棋樹 看到剛才很休息的時候 看見一隻有隻狗 就追著一隻鹿 據說如此 是的是小棋鹿 那隻小棋鹿 在手到頂的時候 拼死还擊 一腳踩緊一隻狗 然後一隻狗就走走走走走走走 就飄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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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覺得這個地方很可憐 其實這樣和那個地方很可憐 我也不知道 因為初初本來是選馬石 即是選新鴨牡 於是他就住了 這裏就住了 住了在那裏 我們長話短算 转落在那里 当然是建立王朝 但是当时不断有些潜落人泰国 泰国在这一百几十年少打仗 以前也很忐忑在那边 他控制着退北马 即即打 吉兰担 北边有潜落退王朝 南边有满遮八夷 两边夹击 他说不忐忑 他建立王朝之后 他还要每年给42黄金泰国 就是万保护费 就是潜落 直到后来 他就很简单 找到一个真是大哥 这个我们作为支拿人 觉得很难民族 他就向支拿进攻 明成祖 明成祖就好了 以后是那些年轻人 有事我看你 然后是满腊加王国 而满腊加王国就是马六甲王朝 我们中国就叫马六甲王朝 你想想中国人是从来多黄狗 你记住 他可能拿几个榴莲过来 没想想白珍珠 十二寸 又不知什么 橡牙 又不知什么 你记住 他从来是这样的 只不过别人就是推进攻你 你可能有营 不过以后我的海外贸易就可以在你港口上去 好境不尝 那时在140几年 他建立马六甲王朝 接着应该是150几年 我真的不记得了 葡萄牙就打来 于是乎 不想办法 就到处走 去那些王身国戚 因为葡萄牙见到你做生意 想来做生意 他不愿意 于是他打勾你 那不用说了 因为他就是要来找食 尤其是那个瓦六甲是一个 就是欧亚的通道 是习生地的 好了 那些王身国戚的四散 亦因此而令到他们说 譬如是伤到游阁 伤到这里伤到那里伤到那里伤到那里伤到 于是乎令到他们那里 就开始有一个王室在那里 但其实那时候他们也未是很确定的 我听一些马来西亚朋友说 因为他们还经常有个心 我只想他们会攻击回去 是 就是叫你两位 我们不会放弃的 也打回葡萄牙走 谁知道 接着到了15多年的时候 就荷兰牙也来 叫你老母 跟着没有打 葡萄牙佬 他已经打了你708楼 荷兰牙也来到葡萄牙佬 就变成708楼 那怎么办呢 一叠了心脆 不如自己在那里伤到游佛 就是做山大王 故事就是这样 到马来西亚的建立之后 于是他们就会找出这些王 说现在是君主立天 你们不能做王 一定会经验做 不然就会斩亂 他们就接纳了这个情况 为什么我刚才提到游佛的王子 他说的特别大声呢 因为那个就是真正马六甲王朝的正统 就并不是黄身国 就是大佬 弟弟 妹 走到游佛那边发展的 是那个龙墨是一直下来的 就是建立马六甲王朝 就是吉利咕嚕 所以基本上他说的都是大声些 不过都仅止于大声点 并不然敢言 并不是敢言 不然大声点 最高匹匿的苏丹 我们那时候说的东西 很小族化 很开通 很亲民 好现在呢 大家有这样的基础了解 很多朋友都听我说 如果下一个最高元首 因为这个不是牌的 如果牌下一个就应该到彭亨 就整天买 最好就应该扒几句 整天封人做拿得个 我都打算买个 我要这样说 大家要留意 比如如果香港发展 有些不太顺意 有些心水想去做小生意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不知三月能不能接 跟我去看 我就必然会在那里搞个 香港街 甚至会找一些 如果大家留意我Facebook 马来西亚人的装修各样 已经在过去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奔底 我希望我不会自己抱上身做 我的其量是做个水吧 我的确是希望 因为马来西亚人喜欢吃香港东西的程度 你们是想象不到 而马来西亚人的消费能力 也不是你们能够想象 尤其是华人 我要这样说 很多朋友还有一听说 我来到日本 我来到台湾 他连马来西亚都未去过 或者未正式去过 我觉得很落后 你跟团去 他带你去什么地方 如果你说马来西亚落后 香港就简直是盲方思地 你吉隆坡 每一部分都被你香港领先 你要多给自己一个选择 你看完之后 我纯粹用一个什么角度 就是你发展你的事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香港朋友过去 真是惨 还是真是好 还是我惨 是没有一个不行的 是每一个都不行的 要记住我们的竞争水平 去到哪裏 是每一个都不行的 最不行的人 现在住在1500、1600楼 在马来西亚 我们是发展到我们的优势 是的 那这个你真的要自己考虑了 OK 那明天继续给你们 拜拜 拜拜 欢迎收看 第二季 第二季 你和我说的东西很漂亮 哇 干真真 鞋口 刮你的事 你不觉得有什么软味 这些像不像阿兰斯那些 阿兰斯的屎水 刚才你放下的绿珠泡饭 我脚掉了就没什么滑 这些可以做 这个糯米鸡 除了没有鸡之外 有骨的 很重的油分 嘩 嘩 因为它融入了一扇屎 咸 味道又重 鱼肉 很干很粘 几点烘烘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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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真是 哎呀我不会说了